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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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我不管 我不说好要一起过生日的 一起玩的 好了呀 不要吵啦 你就知道玩 只要玩就开心了是吧 好好好 玩玩 不就玩嘛 是不是 这样 老爸答应你 那个我们肯定满足 你们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约定 好不好 好 起立 太好了 我们进去挑挑玩具 看能带点什么好吗 好 你们这是要最好的老爸 对的啊 老爸是最好的老爸呀 你给我们脱脱的话 给他带着冰箱 好 对的 没有 对的 你各种都超顺人 那么快 你赶快 再吃这些东西 第二季节目 不复杂这些东西 不复杂这些东西 甚至还可以 你不复杂这些东西 什么是什么 不是 你们别复杂的东西 都没复杂这些东西 你干嘛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忘了去年就因为一口芒果 你半夜三更地跑到医院 你差点命都丢了 你现在要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 你干嘛拿那张照片来刺激我 我的老婆啊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难的 但是你不可能说是 我们想不出办法 你就拿命去在这儿赌啊 对不对 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听话 你以为我愿意啊 可是装病 那就得装得专业呀 不能让别人看它破绽的 我不能看着你 为了这样一个事情 你把自己的命都丢掉了 这怎么办啊 是不是 我来想想啊 要不然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好吧 你开玩笑的 是啊 我确实是不是很想去啊 但是呢 我也不可能 看着你去送命啊 是不是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我一直都对你很好 我们这样啊 我呢 带着远元去参加 新月的生日派对 你去希望的生日派对 好吗 来 来 这给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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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是你带远元啊 我带远元很正常的呀 那远元的土匪呀 你知道的 到时候 他跑来跑去你又抓不住 新月妈妈的别墅里面 都是漂亮妈妈呀 那风景美得不要不要的 你就是一只大老鼠 掉进了一个大米缸啊 你看你 说什么呢 说得这么难听 有个老鼠米缸 我呢 平时工作的时候 有那么多漂亮的模特儿 是不是啊 我不需要掌公鸡丝 多少漂亮的模特儿啊 多少漂亮的模特儿 也没有你漂亮 我是想说啊 我化妆技术好呀 这个你知道的 他们都被我画过 以后他们肯定活 你少来吧你 但我跟你说啊 到了新月妈妈那里 你也要少说话的 那些妈妈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是很难弄的你知道吗 她在嘴盘上有东西 弄一弄弄一弄 还有啊 新月妈妈呢 一定会写给她的手艺 你就使劲夸就可以了啊 其他的少说 你就是少说话 多微笑 趁着耳朵就可以了 好吗 好 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 然后 对 礼物 我们接下来给小朋友想想要送给什么礼物 嗯 新月这边 我可以把上次人家送的那套护肤品的赠品拿过去 可以的呀 反正远远用不上哪儿 希望怎么办 那我就不用想呀 去年那个三件套 去年送的那个 去年送什么 奥帽子 今天就围巾了 不行的 一看就是一套 那一套不好吗 配着带呀 人家会看出我们很小气的 一个东西分三年送啊 不行的 我又办法了 你记不记得每次希望来我们家都喜欢玩远远的那个 遥控小汽车两个人还为这个打过架 记不记得 记得 我们大访一遍 把这辆车送给他 那不行啊 那不是新的 人家会摊出来的呀 小朋友哪里懂什么新的 就得猜猜跟新的一样 可以的 那个包装在吗 包装 在的 来 你帮我找一下 来来来 过来 给我寄找 我当时就是放在那边 好样的地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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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臭小子 我要好好惩罚他 他还不想还我 你发什么神经啊 都嗓子这样了还骂人 太逗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蒋思远那是个顺毛驴 你越叫他越跳 自己儿子还不知道 那是要哄的呀 我跟你说啊 你真的是应该想希望爸爸多学学 都没看到 他对自己的家有多用心 对老婆有多爱 那个视频真的是 感动得我呀 都呼得真的是细里话啦 对 人家爸爸都好啊 人家老公也好 对吧 要不然就是 疼老婆疼到骨头里的 要不然就是工作好 还能住大别墅 就我最没本事 我连个孩子都带不好对吧 你干什么 你睡这么小心眼儿的嘛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 你倒开心了 我今天一听听听 我嗓子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还要在那儿陪着笑脸 听星月爸爸在那儿高谈阔伦 我还要去应酬那些妈妈们 我为什么 我不都是为了她吗 省得到时候妈妈们投诉她呀 行了行了 你辛苦了 明天我让你儿子跟你说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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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哇 希望生日会蛮好玩的嘛 欣欣妈妈 知道了 亲爱的 那个 本来呀 我是想去送个礼物 然后就走的 没想到被拉着 就在那待了一会儿 我听我家爸爸说 那个媛媛今天是不是太兴奋了 给你添麻烦了啊 回这么快 媛媛一向是活泼的娃 重点来了 我看希望妈妈还蛮开心的呀 希望的生日会那场次小啊 没什么人 大部分都是爸爸的朋友 跟欣月的可比不了 我听我家爸爸说了 把我给馋的呀 欣欣妈妈 你说你怎么这么能干啊 你让我们这些妈妈 可怎么活呀 你把女人说谎 比喧口哄容易多了呀 你以为我愿意啊 还不是为了天下太平 你说欣月妈妈心眼那么小 要是这口气憋在心里面 发不出来 我哪还不放大招 跟希望妈妈对着干啊 我那样的话我就糟糕了啊 我就变成 你看看看这个啊 就像这个一样 加班气 逼我站队 你说累不累呀 我真想送他们俩一横幅 以和为贵 你说到底 就是那个臭小子不争气 淡淡的真感情 您是我致意吗 和我这个开心片 那个高兴的 我真的是气死了 不行 明天要提前十分钟叫他 我要给他做作规矩 你发什么神经病啊 小朋友好早期十分钟 他长脑子 睡觉长脑子的呀 还真没脑子呀 你说谁没脑子 行行行 那我就不过去了啊 我就是担心 没大事就好 行 那你给他洗澡吧 拜拜啊 你干嘛不去希望家了 你干嘛不去希望家了 不去了 苏醒不让我过去 什么意思啊 不让你过去 这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呀 反正我就问他 希望生什么病了 他吞吞吐吐的 说什么感冒呀 过敏 可是你知道吧 希望 是我们班出了名的百毒不清啊 一天病假都没有见过 你还记得那次懦儒吗 他都没有中招 停课的那两天 他妈妈带着他 乐呵呵地玩了一圈 搞得怎么神秘啊 关键是啊 我刚才说要给他推荐医生 他连问问是谁都没问 就直接拒绝了 那 有问题的呀 我觉得你更加应该去他们家 看看到底出什么事情 对 白长这么大脑的呀 嗯 没听过 曹新死得快 好几个孩子吧 对对对对 曹别人家闲心干什么 对吧 难得糊涂嘛 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啊 你说这个希望得的是什么病啊 你也白长这么大的脑吗 来来来 我脑袋很大吗 不大吗 很大吗 不大